那么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看一下 如何正确的使用这种服务器电源进行一个挖矿 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服务器电源啊 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而且功率非常大 转换效率还高 像这个呢 都像这些电源啊都是这个搏晶的 然后这个3000瓦这个还是一个钛晶的 它这个转换效率是非常的高啊 然后这个2000瓦的它也是一个搏晶 就转换效率都是94%以上的 所以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它这种电源拿来挖矿 它比较比较省电 像那个长城巨龙 它的转换效率也最高也就才90% 一般的话只有88%到89 但是这种服务器电源用起来也不是特别方便 因为我们知道啊 像这种电源 它这个它这个输出啊 它是一个金手指 就像显卡插槽那样 它是一个金手指 那我们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什么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 就是像这样 直接在这个上面直接把线焊上去 然后做好一些绝缘措施就OK了 但是这样其实不怎么好啊 如果之后你要这个线不够长了 或者这个线太短了 你就要把这个地方全部都要拆开来 然后重新焊上去就比较比较麻烦 那么所以最好最正确的方法呢 就是用它专用了这个连接器这种插头 把它插回到原来这种电源上面 那么不同的这种电源啊 它这个接口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这个这个电源它就更宽 它这个用的这个这个插座就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这个就只能去找了 一般的话这种都是像 像一般这种电源插座 一般是像这个安菲诺FCI 或者这个Molex他们生产的 还有那个泰科TE 他们一般喜欢做这种大电流的这种金手指连接器 然后也叫边缘卡源连接器 像这种一般都能在他们的官网去找 那怎么找呢 就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按照这个外观去找就行了 然后一个是你要知道这个宽度 这个金手指的宽度 然后这边多少个 这边多少个大的 这边多少个小的就可以了 那么像这个华为的这种易游电源 它这个就是安菲诺FCI的一个连接器 而且那价格呢也不是很贵 这个只要30块钱一个 像那种Molex和这个泰科的就非常贵 甚至要八九十一个 所以这个拿来挖矿还是比较划算的 那么有了连接器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自己再做一个这样的PCB板 然后把它焊到这个连接器上面去 那PCB板的作用除了是焊到这个连接器上面 它也是为了去把这些电源给分出来 然后再给我们的显卡用 因为你这样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给很多张显卡一起供电 然后我这里用的是XT60的这种插头 那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插头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过电流能力比较大 而且体积比较小 那如果我们去用这种普通的这种8PIN接口 一个是它的载流量比较小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占定面积比较大 那如果你要用这种插头的话 那你这个张PCB板会很大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PCB板大的话呢 之后呢像它这个跃到后面啊 它这个电流能过载能 就是电流承载能力它就更更小 因为它PCB上面的这个附统啊 它是这个横截面积它是有限的嘛 所以我们就尽量要保证这个PCB它做的比较小 这样的话它就过电流能力会更强 那所以呢我就用了XT60接头 它只有这么一点 那么它的这个过流能力呢 其实差不多相当于三个这样的8PIN 三个这样显卡上的普通8PIN 然后把它焊到这个这个上面去 那那这种接头呢怎么给我们显卡是用的 那其实很简单 只要再做一根这样的转接线就像这样的 那么这个转接线就是把这个XT60用两根 这个12AWG的这个比较粗这种线 然后再分成分成三个这样的8PIN 那如果你的显卡只有两个8PIN呢 你只需要做两个 如果你做三个的话呢就是可以通用性非常强 就所有显卡都能都能差 那一个的话就就就就也没必要这样玩了 如果一个的话呢 其实你还可以把这个线再弄细点 因为线太粗其实不好不好去整理啊 那如果是一个8PIN的话呢 你就直接用这个14AWG的就可以了 那两个和三个8PIN呢 最好就是用12AWG再把它分出来 那像这种这种两根线转成这种显卡 这种插头的方法也有好几种啊 那一种是这样的 我就是做了一个这种小的PCB 然后把这个焊盘都铺满 然后再把这种这种端子把这种端子直接焊到这个这个这个PCB上面 然后再焊线 那这样的话这个插头就做好就非常简单 但是缺点呢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就是碰到了它上面 有可能就会一个短路就是这个东西不太绝缘 就是最好是把所有的所有这种插头都插好了之后 我们再去通这个电源的电 那再一种呢就是这样的 这个呢就比较简单粗暴 这个是这两个插头是我从这个其他这个电源 像比如这种烧坏的这种这个巨龙1250W上面拆下来这种接头 然后把它把它后面给剪掉 然后再去焊这两根线 这种就是最简单的 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插头的话 那你就只能用这种端子 然后再加这种 再加这种这个这个胶壳 然后我们去去压线 然后再去做这种转接线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我个人是不怎么喜欢去压线的 因为压线它非常考验这个手工 我手工其实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直接去拆这种模组线给它接上 要不然就是这种直接简单粗暴 直接用这个PCB去焊这种端子 然后再补充点 如果这个电流很大的话 像PCB它自己承受不住 那我们最好就是要用这种 这种小铜块 这种外面附了锡的这种小铜块 然后把它焊到这个PCB的这个上面 就是这个插座旁边电流经过的地方 像这样 这样的话就能增加这个PCB的这个过流能力 像我这个PCB它反 我反面也也做了很多这样的这个焊盘 给这个这种小铜力焊接 这样的话这个PCB的过流能力就会非常强 就不会有就是会发生 就是比如你带了很大功率 就带了两三千瓦 然后不会造成这个压降 那压降的话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会电压低了 如果你要达到相同的功率 那这个电流就会越大 那电流大的话 有可能这个主的这个插座 这个经收纸这边可能它就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用这个铜柱可以防止这个电流的 这个电压的压降 那么那么其实你做完这些东西就差不多这个 这个全套这个挖矿电源就已经算是做好了 那我因为我现在这个焊锡丝用完了 我就没办法给大家去演示这个 就从头到尾去演示这个做一个这样的转接 是这个焊接过程了 因为现在疫情影响了这个快递也比较慢 那就只能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做这个东西也其实不难 更多的还就是就是这个焊接吧 我在这里给你们看这个焊接器也没用 一定要自己去尝试自己做了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弄 那总的来说 其实你只要会焊东西就做这个东西就一点都不难 那然后像这个转接板 我等下也会把这个 这个因为我是在加力创做了这个PCB板 它这个10×10厘米之内它是一个免费的5张 但数量只有5张 然后就是我分享这款PCB就是针对这款电源的 那如果你想做其他电源的话 做的时候就最好先搞清楚这个电源是怎么开机的 因为每个电源它那个开机方式都不一样 然后我是为了之后 就也是算是之后的开了一个坑吧 让这个电源能连接到一个上位级 所以呢我把这些 这个这种小的金手指这种定义全都连出来 因为这些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它作为在服务器里面用的话 它都是有用的 那这些定义呢 我也都是从这个华为电源这个datashets里面给 给找出来的 这个在它的规格书里面都是有说的 如果你想做其他电源 你也最好去找到这种规格书 然后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开机的这个定义吧 那如果不知道的话呢 你这个电源买回来也没用嘛 你都不能把它开机 那么这个PCB板还有这个这种小铜块的 还有这个连接器的这个连接啊 我就放到的那个视频介绍里面 那如果大家想做的话呢 就自己去做就好了 如果你要问我买的话 说说我也不太愿意卖啊 因为这个东西做起来确实比较麻烦 而且卖的话真的也赚了多少钱 因为有更便宜的选择嘛 只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华为这一款电源 比较体积比较小 因为像市面上像这种这种大的这种一流电源啊 它这种这种用来挖矿这种套件是非常多的 像淘宝上只要卖七八十块钱一套 但是那种呢就是直接用8PIN转出来的 那种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啊 它不是非常安全 有可能带个大功率它就可能会会少 因为它也没有没有去设计这个 这种小同柱给它增强这个过流 那么这期视频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吧 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欢迎到这个评论区留下 那我也会给你们解答 那我们下期再见